嗨 大家好 我是Cindy 現在我們人在馬來西亞的 哥達金納巴魯機場 從台灣機場到這邊 大概有三個半小時左右的航程 我們現在是要等傍晚左右的班機 因為我們還要再飛去 離仙本納最近的斗湖機場 在馬來西亞我們總共會搭八天 所以這一系列影片總共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飛去仙本納那邊的跳島行程 第二個部分就是回到雅比市區 享受吃美食還有按摩 還有尋找榴槤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現在要來吃麥當勞 因為在他們機場的飲食部分 好像只有麥當勞可以吃 那我們中間還有兩個小時左右的空檔 享用國民美食麥當勞吧 那我們點了一個香雞堡還有靜納雞腿堡 然後我看他們收據 就是如果我有加換檸檬紅茶的話 我好像額外夾夾了 所以上面的金額不會是你Menu上面自己夾起來 因為他們還有水啊之類的 所以我們將吃下來是馬來幣35.5塊 那可樂 沒有氣 是超級沒氣 因為我是不喝有氣飲料的人 可是 它可能 我覺得跟這杯檸檬紅茶差不多 它的那個醬啊 因為它上面畫辣椒就以為是超辣 可是 我不吃辣的人 我會覺得它用胡椒辣那種感覺 而且 我覺得它甜辣醬的味道還蠻香的耶 就比台灣番茄醬好吃 我也覺得 金辣雞腿堡 它其實 它的味道比台灣辣蠻多的 超辣 但喜歡辣的人的話 會覺得蠻夠味的 我們覺得薯條加醬 還有金辣雞腿堡最好吃 吃完就準備飛往仙本那咯 我們現在到了斗呼機場 現在大概是晚上6點半左右 但剛剛降落的時候 看到外面有一點下雨 希望明後天天氣很好 因為我們只要準備出海 我們是有預約飯店的接駁車 一個人是25塊馬幣 搭接駁車的時候 發現這邊街上居然沒有路燈 整條街都超級暗的 只有快抵達商店街附近 才開始有點亮光 因為抵達仙本那時 已經發9點了 所以就先介紹隔天的跳島行程囉 影片最後會把住宿和飲食 介紹給大家 GO 哈囉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在仙本那的第二天 今天呢我們就是選擇要去跳島行程 那其實仙本那周圍呢 有非常多島嶼可以跳 然後我們今天是跟團行程 所以我們跳的島嶼是 水下生態非常非常豐富的 Mabu Island 還有小馬爾地夫之稱的 Kappalai Island 那我們參與的行程呢 其實是先從KK Day 先買好票的 其實Klook也有 但兩者有時候行程不同 價格也會不同 那我們今天參加 是因為有參加水費 所以呢就會比較貴一點點 一個人大概是2500塊 基本上就是一大早大概8點 8點半你就要到港口集合 所以地點你也不用擔心 其實買好票的話 他就會寄地址 還有品證給你 只要依照那個地址 Google Map都可以搜尋得到 就到這囉 我身後放這樣 我們參加的是 永勝仙本那前店 你也不怕 讓我一定去 你要先接一接的筒 啊 教練會先確定那個身體狀況 現在要出發馬agens島路 傳承大概是10分鐘 我這邊的馬頭中心只是我們跟錢店訂 然後他們來這邊幫我們登記 因為他們在這邊的島都是要登記然後付費 然後你才能入島 所以你自己來的話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你自己包起來很貴的 建議一定要在網路上買 或是你認識當地的錢店 或是你可以問當地的民宿 然後問說你們有沒有跟錢店合作 因為你一定要先登記你才能登島 你是沒有辦法自己買船票 然後就坐船出去的 要出發了 馬步島是一座圓形小島 位在菲律賓和婆羅洲島之間 周圍幾乎被雪白的沙灘圍繞 島上有許多度假村 一間間高架木屋 矗立在海上 可以盡情飽覽一望無際的海 沒有提前半年預約 是完全預約不到的 跟著我們一起玩跳島 一起欣賞馬步島的梅拉 是跳走 謝謝 他其實是先登島然後等一下先吃飯 所以你其實 來馬步島這邊你可以先很漂亮的洋裝啊 因為我以為等一下就要下水 所以我就下水可以穿的衣服 有魚耶 好乾淨的水喔 它就是翠綠然後沙地的那種 超乾淨的水 所以你就覺得非常的乾淨 馬步島這邊呢 距離世界潛水 聖地之一的西巴丹 只有15分鐘的航程喔 所以非常多人會來這邊住 我們其實今天來禮拜一 其實有蠻多的遊客 而且他們這邊很酷的是 他們在水上屋的交通工具就是 打高爾夫球的那種車 好我們的導遊 在呼喊我們了 他很會拍我再介紹 這裡要脫鞋子 你看 才登島不到一小時 深深感受到馬步島的漂亮 島上其實還有一個特色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渡假村周圍 都會有許多小孩滑著小船 他們正是當地的八窯族 小船上大多是賣的椰子 看到大批遊客前來時 也會靠近遊客 詢問要不要買椰子呢 你高帶 ok yes 我那隻 看他爬上去拿過來 對 這是OK的 超小 我給我一隻 呼吸 Thank you 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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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最多的飲料就是椰子 當地孩子呢 求生技能 我要穿 這就是你跟KK day 他們買行程的話 他們會付中餐 我們不找遊客其實蠻多的 因為它是除了你 就是住在這邊的人上來之外 它你其實 遊客只要有跟團 你也可以進來 在島上大概待三個多小時 吃完中餐後 下午一點就準備出海潛水囉 馬步島多半是微星海洋生物 是世界上漫潛景點之一 幸運的話 還可以遇見海龜唷 其實我期待這次潛水期待超級久 對我來說也是個大挑戰 因為第一次體驗水沸是在綠島 那時候的我表現非常差 一直吃水嗆水 沒有辦法戰勝在水裡呼吸的恐懼 那份失落感放在心裡很久 這一次終於有機會再試試看 坐在船邊的我真的很緊張 希望我可以表現得很好 水溫沒有我想像中的熱 雖然分不清楚是緊張的發抖 還是冷的發抖 水曠也沒有想像中高清 教練說幫幫島魚群種類更多 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最開心的是我覺得無比想像中 表現得還要好呢 我們從馬步島深潛完 我們要出發卡帕萊島囉 教練說我們還可以再潛第二次 因為他覺得我們第一次在馬步島潛的不錯 其實我們的套票只有一次深潛跟一次的浮潛 覺得你狀況不錯然後潛的不錯 沒什麼問題的話 他兩個島就會帶你下去 卡帕萊島其實也不能稱他為島嶼 他是西里伯斯海中的一個沙洲 上面呢有軍人助手 所以只提供有在度假村住宿的遊客登島 也是空拍近飛區喔 這次教練有帶我們到更深一點的地方潛水 魚群比馬步島看到的更豐富 能見度也比較好一點點 第二次下水有比較不緊張了 但水溫還是會令我發抖 去上水溫還是會令我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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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來了 謝謝我們三位教練 謝謝我們三位教練 超讚 6666 666 有了 有了 回到港口大約4點 如果還有體力的人 可以來到漁港附近的海鮮市場觀光 多半是遊客會來這邊殺價 買新鮮的龍蝦啊海膽等等的 旁邊的海鮮餐廳都可以代客料理唷 哇好香喔 你看裡面長這樣 它其實是一個平面 剛剛被我吃就變爛了 它其實就是椰子 然後它把裡面的肉刮刮刮刮刮 冰到冰箱裡然後就做成布丁 超好吃 回飯店梳洗完 我們選了也在港口附近的FabbyQ店 店內就位有一樓和二樓 這個雨跟泡風雨一樣 所以店家就把天文拉了三分之二起來 我們點了雞肉串 牛肉串 撈汁蝦 扇貝 炒泡麵 芒果冰蝦 全部都是小份的喔 它有一點點辣 因為它畢竟可是有薑麻粉 是很香的 可是會怕辣的人可能會覺得有點辣 它好吃喔 這個扇的肉絲 這個扇味超重的 不會太視線 因為它顏色我以為會很重口味 先買娜就買芒果 然後亞幣就買榴槤好不好 我們第二杯芒果汁 因為真的太好喝了 所以我們點第二杯 你同意好不好 嘿 當地吃下來最推薦大家必點扇貝 撈蝦還有芒果冰沙 肉串當天吃起來會有一點點柴柴的 有一點可惜 現在為大家做一個總整理 但為什麼是早上呢 因為我們實在是太累了 所以我們回飯店就直接倒走就睡 現在就來幫大家整理一下重點喔 交通的部分就是你抵達仙本納 你一定要事先預約接駁車 因為從仙本納到市區 其實還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非常的遠 那你到機場也不用擔心會不會找不到業者 其實他們都會拿著你名字的告示牌 然後一邊問說是不是誰誰誰誰 所以你完全不用擔心會不會找不到人 那到當地的交通 其實你們可以下載一個APP叫做Grab 其實我們在仙本納的碼頭 到我們飯店的往返交通或是去餐廳 我們其實都是打Grab的 因為超便宜 我們大概花費的碼幣是四到六塊錢 那再來是船程的部分啊 其實從仙本納港口到瑪布島 是需要40分鐘的航程 所以如果你會運車的話 建議你是運船要 然後再花15分鐘會到卡帕萊島 但卡帕萊島呢 因為上面是有軍人GG住的 所以其實 你是一般潛水客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上去的喔 這一次的跳島行程呢 我覺得行程上安排 我個人是蠻喜歡 我也覺得蠻舒服的 你在KK Day上面購買的話 基本上旅遊業者都是永勝 永勝旅遊業者會帶你們出團 而且如果你運氣好的話啊 像我們運氣蠻好的 就是會遇到蠻會拍照的 黑寶寶教練 還有啊就是教學非常細心 非常有耐心的Jen教練 而且我們運氣超級好 就是Jen的朋友 因為通常都是一個教練 對兩個學生 他的朋友也蠻願意下水 就是幫我們拍攝 真的非常感謝他 就是願意沉沉幫我們錄影跟拍照 所以呢如果你有水下設備 需要教練幫你們記錄的話 你們也記得帶喔 最後呢我還有幾項就是我們遇到的問題 然後要想要給大家一個小叮鈴 非常建議大家一定要帶一個防水包 因為船多多少少在行駛的時候 他水一定會噴上 像我的包包就是有點灌進水進去 他們的午餐呢 幾乎所有當地的業者 他們準備的都是那種簡便的餐盒 那你可能會不喜歡吃或是不夠吃 所以我蠻建議就是你出海前 你可以先去當地的超市買零食啊或是飲料 那這樣你出海的話 你如果遇到不喜歡吃的餐盒 或是你吃不飽 你才有東西可以補給 好啦那這支影片就是我們第一天的跳島行程囉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最後呢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按下喜歡 還有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個島嶼見囉 掰掰 在仙本納第一天的住宿 他是上下鋪 然後是屬於飛包客的 所以你的衛浴設備是跟人家共用的 那因為我們為什麼會住這個 是因為我們其實今天訂的很零食 我們原本預計明天才要過來仙本納 之後後來因為後面行程安排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決定 提前一天出發好了 我跟你說這邊超便宜的 我這樣子訂下來喔 而且我臨時 我很臨時訂的 兩個人只要370塊台幣 超級便宜的 他們還有提供了兩條毛巾 來 現在的插座你們要記得帶著截頭 然後我們卡關 Check in 完就可以來攪成大約5分鐘的仙本納夜市喔 椰子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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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醇我居然點錯了 原本要點三色果汁的 點成椰子奶昔 但都很好喝 但個人最愛芒果冰沙 超級鮮甜 第二家來吃雞翅和雞屁股 我們覺得雞屁股比雞翅還要好吃 而且現場駐唱突然來個搖滾樂 很特別的大排檔氛圍耶 第三家來吃章魚燒 因為仙本納晚上下起的大雨 就回背包客享用 點了綜合口味 他們就會夾爆美乃滋 還有各種醬料 吃起來濕濕的 但個人最愛原味的章魚啦 這夜市呢 就提供像我們一樣 很晚才抵達仙本納的人參考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